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今天傍晚就和大家做桑普论证 做了和大家做 希望今天做多一些节数 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 勤励一些 今早我做在电台上录音 希望大家都不要介意一下 我的时间比较没办法定期定时和大家做 但每日都会出片 希望大家多多捧场 也多多注意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每月定额捐款 多谢大家可以看完这广告 看完这段片 利用Superfans Function赞助支持佛金 YouTube下面有个淺淺 可以大家按下去 小额赞助 我们今天讲什么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这些很老土的东西 但是要看下究竟这一帮这样的 中共的爪牙 港共的爪牙 讲些什么 我们不可以说 他们什么都不需要你 都是那些三福气的 不是这样 里面论真一点 第一 邏輯颠倒 除了邏輯颠倒 可以做些什么 要了解整个格局 中国整个棋局 在玩什么 是重要的 我先将 他们今天这帮狗奴才 讲些什么 讲一次给大家听 我就是这样 我就会直接说这帮奴才 不会说这些香港官员 他又不是选举出来 专制独裁极权下的卢役 有些什么好说 所以一定是奴才 特首 超级战家的李渣昭 他在今天出席 415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要洗脑大家 他觉得 是什么呢 今次是一个耀武扬威的一次表演 他为什么和以前不同呢 每个人讲得这么放呢 刚刚23年立法 标炳战功 为杂猪头 立下了汗马功劳 将这个香港反革命基地收服 全面镇压 全面管制 以党国安全为上 党国安全优于一切 23条搞2003年搞到现在 21年时间终于搞得定了 证明 这个是港共政权 港澳版中联版与有永远 于是说 讲尽屁话 第二件事就是 在中美对决的大棋局之下 美日有同盟关系的升级 安保的条约 大幅到 此无前例的升级 4月10日 4月11日 美日非之间有三方会谈 美非之间有共同的声明 和新的协议 美日非英澳会加强巡逻和军演 南海 大家看到 香港就是我手中的换物 而对全部外面的自由世界 要做大外宣 你们不用指以境外 赶预香港 这个是拯强 耀武扬威 除此之外 甚么都没有 OK 这个就是共产党要做的心法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国际局势 会在这个方向变化 OK 未来如果 川普成为了美国总行的话 这种对决的形势更加加劇 不会减少 而更加加劇 拭目以待 明年开始一系列的新变化 首先说回李家超 李家超 今天提到 危害国家安全行为 有突发性持续性隐蔽性 他说突发的地方就在于 即是会举例近期莫斯坡音乐厅 发生的恐怖袭击 正是突如其来 始终敌对势力 不会突然消失 威胁会刺激攻击 情况如病毒一样 哇 这么重要 第三是隐蔽性 这个重要 外国情报人员或外国代理人 会隐藏于不同行业 甚至会以平民百姓身份 结婚生子 几年后才做出 例如爆炸 这些恐怖活动 我印象如果没错的话 李家超 是以平民百姓身份 结婚生子的 大家看看 拭目以待 他有什么结果 正如在毛贱套的傻强说 看到那个眼神有点古怪 跟你讲话的时候 不是真的看着你 又不是那么留心 这些就是鬼了 你看看李家超说话 他看着你说话 不是 以平民百姓身份 结婚生子 隐藏于特首 潜藏在政府高层一小撮的人 这个不得了 这个就是他的做法 他说 立了23条 他怎么说呢 经历了26年8月19日的历史使命 终于完成了 完成了基本法23条立法 形容香港由于有了有效的疫苗 但国家安全保抑如病毒一样 仍然每一来侵集 所以必须继续做保护工作 他觉得23条是一个疫苗 疫苗就是警察 国安做这些东西 所以看到这个疫苗是什么呢 这些疫苗根本上就是病毒 所以看回真正的疫苗是由病毒组成的 你问一下科兴是怎样的组成 大家知道了 OK 那这一点我们更加要重视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在现在这个大的格局之下 他说呢 就是说那些这样的平民爆姓身份的人 会有爆炸 撤取国家秘密秘密之后 就会消省力色 那接着你会看到是 国安委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因为中联版的主任 郑雁雄成为特区的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简称国安委的顾问 他说呢 郑雁雄说要展开针锋相对的认知斗争 又批评西方知名媒体参与造谣污蔑香港 今天是23条立法之后 第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早上在湾西会展 举行开幕典礼 李家超致辞的时候 提到经历2019年的黑暴之后 即是反送中抗争之后 境外势力仍然虎视眈眈 香港必须提高警惕 认清破坏国安的首发和特性 他提到三大特点 我想都说过了 要打疫苗 OK 翻查资料 李家超今年1月 在立法会提到一个间谍案例 他说曾经参观恐怖活动展馆 有一个间谍到了当地国家结婚生子 超过10年之后 他离开炸毁了一架飞机 相信大家都想象不到 在这件事发生之前 他其实是一个间谍 你想想想不想象到李家超的间谍 想想一下 李家超 这些东西完全是搞到什么呢 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然后想入非非 之后扣陷人家 总之欲家之罪何患无辞 今时今日你告诉我 谁在做这件事 由2019年到现在 Give me one example 谁就是说去一个间谍 来到香港结婚生子 超过N年之后 他去做爆炸呢 你告诉大家 谁呢 想入非非 欲家之罪何患无辞 真正对香港人的病毒 就是你中国共产党 捨此之外 别无二人 是吧 否则香港都不会搞成这样 是吧 港澳版主任夏宝龙致辞 他说 香港彻底终结了维护国家安全 不设防的历史 全球投资者可以放心大胆来港投资 应用香港发展如虎添翼 仍然是全世界经营商业 环境最好的地方 香港的繁明不是几篇文章 几声鼓噪就能唱衰 你反复说的 让那时见不得香港好的人 去哀鸣吧 香港明天注定辉煌 我就问下来 夏宝龙你说呢 香港的繁明不是几篇文章 几声鼓噪 包括我桑普频道说的 就能唱衰的嘛 我就觉得非常好的 既然香港的繁明不能唱衰 那为什么 香港繁明稳定自由 国家安全不是几篇文章可以唱衰 你反复说很多次的嘛 那为什么要立国安法呢 为什么要立23条立法呢 那你怕别人唱衰你 你不是煽动意图 唱衰你 于是乎有问题啊 这些呢 你说犯明不是几篇文章 几声鼓噪就能唱衰嘛 由他们哀鸣吧 香港明天注定辉煌 既然这样注定了 那为什么你要去立法 有什么三年十三年十四年十年 无忌套应 去惩罚那些人呢 那些人是基本上 说多都没用 就是说我们这些人 好像俄颈桥那些这样的阿姨 俄颈桥打小瘾的小瘾婆一样 不断打打打打 就是觉得我们是这样的嘛 那你怎么会不拉小 那些俄颈桥那些打小瘾的人 是吧 你觉得我们说的 因为你害怕而已嘛 你们真是害怕 这些不是你们说的 我唱衰的 你们哀鸣啦 其实意思是什么 我其实害怕 共产是很害怕评论人的 很害怕记者的 很惊真相公义和怜悯的 因为信王爱真是美 就是他最怕的地方 突破了他的盲腸 这个就是他最害怕的 是不是 而既然你这么说 为什么正硬和口口声声话 日前有所谓香港玩员等荒谬之言 各大香港媒体齐声反驳 唱响香港经济光明论 这很好 我们就是要多示范这弱的正能量 让真理不沉默 让谋误不囂張 既然是这样 你都说了 唱衰不了你了 没用的 没用的了 那为什么你又要齐声反驳它呢 要浪费时间 人力 物力 精力 精神 风险 去唱衰反驳这些唱衰论呢 所以我们就是说 你们害怕的 是不是 你们今天害怕的 怎么会不害怕 所以前后矛盾 既然说唱衰 没关系的 你们哀鸣罢 范鸣不受影响 那为什么要反驳这些唱衰呢 要逮捕这些唱衰的人呢 这个就是他们矛盾的地方 不当然啦 共产党现在不讲逻辑的 他们讲的是什么呢 乱说而已 是吧 夏宝龙提醒 香港要及时求变 不能够以旧有思维解决新问题 新问题 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话 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 我整篇看完夏宝龙 都看不到任何地方 是说过前人没有说过的话 也看不到他干过前人没有干过的事 夏宝龙 你搞什么呀 你说的是完全三副屁 不能够以旧有思维解决新问题 共产党创党那么多年 都是同一套思维的啦 都是用一套新思维嘛 而最后七十几年来 都是1921年那套思维 就是旧有思维解决新问题 就是一样 谁是不能以旧有思维解决新问题 我问你了 毛泽东思想够不够 邓小平这个理论够不够 这些人说够够 那你真是大问题了 马列主义够不够 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够不够 够够的 你怎么解决新问题 修皮啦 虽然说你跟我讲狗 你省点啦夏宝龙 死老夜去死啦夏宝龙 这个就是烧十字架 烧完你就对了 这个就是他的地方 这个他应该去贵宿 落地獄啦 是吧 不过这样我不会烧死你 你怎么会鼓励别人烧死你 我要的就是一样 你落地獄啦 不过上帝会做这种事 不需要我讲的 而中央为港停港措施陆续有来 新时代列车香港好的车轮 将滚滚向前 后面没说冲浪懸崖嘛 是吧 另外特区国安委国安事务的委顾问客 这个郑雁雄呢 就是其实中联版主任 郑雁雄支持的时候呢 批评反中乱港分子最怕23条 极进妖疯妖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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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年前签订中英断立声明之后 港英当局单方面改变承诺 时任港督彭定康布下满地政治地雷 又推到他时 我们真是挺有趣 又讲彭定康 他形容说 一国两制长期不变已成为广泛社会共识 香港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不变 不等于保持西方殖民意识形态不变 所以要展开针锋相对的认知斗争 不安好心的外部势力不择手段 唱衰中国唱衰香港 连一些西方知名媒体都参与造谣抹污衊 一些谣言和谎言已经到了毫无底线的地步 其实真正是污衊谣言毫无底线的地步 的谎言就是中国共产党由始终 什么美丽新世界共产主义世界 唯物变证法 想着什么 大家一起 这个共产世界 总之就是说 打破支判家剝削 这些是什么 这些是谎言污衊谣言 到了毫无底线的地步 说承诺香港一国两制 长治久安五十年不变 高度自治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人权法治愈以一切不变 普通法制度一切不变 说变就变 用二十三条 用了这么多年不念 立刻用国安法镇压 镇压了之后 再用二十三条一 要于是整个香港赤化 这些什么 毫无底线的地步 西藏十七条 香港十二条 包括1980年的中英联合声明 到了后面的对台湾一切的事情 全部都谣言谎言污衊造谣 全部是毫无底线的地步 唱衰台湾 唱衰世界 唱衰美国 唱衰香港 镇压香港 摧毁香港 就是中国共产党 食屎垃圾落地獄 郑雁雄强调 香港发展的有利条件 从来没有像今年这么好 批评香港玩完 復甦无望 孤独为止的 全部是荒谬之言 我就说 你说香港一切大好 形势一片好 那些才是 无耻 荒谬 虚假 不实的难言 解放军驻港部队 副政治委员 黄绍兵邵将说 全体官兵落实党中央 中央军委和习近平主席的决策部署 全面加强练兵被战 以更强大的能力 更可靠的手段维护国家安全 主权安全和香港的长期繁榮稳定 这是老掉牙的垃圾 接着今年的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的开幕典禧 邀请一班 参加国家安全常识挑战赛 中学生分享 来自香港道教联合会 邓显纪念中学的 张同学表示 参作源于修例风波期间 即是反送中运动 修例风波 修例风波 我追着 我修理皮 再说 反送中运动期间 无法安心学習 现在社会安定和平 令我对国家安全概念 产生极大兴趣 这个死蓝丝红粉 这些这样的长同学 我现在不会死的 这个红丝红粉蓝丝 我看下你有没有觉悟的一天 未成年的 我不会谴责过后 但是很多的坏事 都是由红小兵开始的 OK 来自姓氏提反女子中学的 萧同学 我希望不要叫阿平 萧同学以这个普通话发言 他说在党史馆观看长征纪录片 最难以忘怀的无谓的红军战士 来自廖宝山纪念书院的邓同学表示 在党史馆观看的体验影片 仿佛令他自身祖国大好河山 望着祖国壮丽景色 我的眼睛都不禁湿润 啊 湿润的 我的眼睛都不禁湿润的 唉 我不知道 就是我不知道看影片 你不知道是不是眼睛湿润 在哪个部位湿润我都不知道 但是你自己想想 这些这么高潮 这么high的东西 你自己想想 这些同学犯了什么问题 所以说洗脑教育是开始的 但是 不要以为这个是上数 no 他的部分这些毒素已经进来 就是喪尸一样的基因已经来到 这些观念 不是你的DNA 不是你哪个地方出生 是你的观念上的DNA已经在改 而问题就是 很多日常抵抗 日常生活抵抗 正在随随展开 依然是存在的 不要忽略这一点 中华传道会安处中学的理同学分享 天安门观礼台参与过升旗仪式 刹那间流出眼泪 在全部这些 观看过党史馆 观看过天安门 那些全部都是拿出来给大家访问的 这些是人版来的 是吧 招牌来的 他说刹那间流出眼泪 刹那间流出眼泪 还经过随考心 就是台湾这个 中国国民党的立委随考心 一见到花莲王傅军 哇 一秒即刻呢 扮哭 几面 擠出几滴眼泪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好戏之人 不过他屎气 这一位 你同学厉害了 看到参与升旗意识 刹那间是刹那间 流出眼泪的 是不是多厉害呢 离开观念台之后 我的心久久无法平覆 真正感受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万岁的含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万岁 那这些这样的说法呢 和帝王说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有什么分别呢 二千多年来 尽怒才 一代不如一代的怒才 以前的皇帝都起码 正耕危坐 在这个故宫 就是现在故宫 就是指甘城里面 在那里 一一样样 拿着一个黄色的帕 叮叮叮当当 现在的习帝 又不敢披着龙袍 然后突然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万岁的含义 我还找到个万岁的含义 我就不看到那条旗子 你会扯起来 就会觉得万岁的含义 很奇怪 你看到美国齐其扯起来 你会真正感受到 美利坚合众国 万岁的含义 这个荒谬 你会觉得 这个国家很光荣 你可以这么说 我都不排除 这万岁的含义 我都奇怪 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奋斗 是一种任何国家 也都无法比拟的精神和力量 那你既然这么强 那你立什么国安法 立什么23年 你怕什么呢 你既然觉得 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奋斗 是一种任何国家 都无法比拟的精神和力量 那你应该不需要守护国家安全 因为你劲 定 定 一定 必然安全 那为什么要立国安法呢 不明白 问问这个李同学 他当然不会明白 这个是戏剧 这个是稿 要读 对不对 甚至他觉得由冲相信都说不定 对不对 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 那所以当郑雁雄 就是中联版主任外 香港国安法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即23条论法 駐港国安公署 和特区国安委 就叫做 双法双机制 两条法律 国安法 23条论法 双机制 駐港国安公署 和特区国安委 他说不可或缺基石 他说呢 国安法的实施 就是香港由大乱 到大致的转折点 就是这个是 说到没有 耀武扬威 给 聖上看 给习近平看 大内宣给中国人看 也都呢 耀武扬威给外国人看 我多厉害 这个就是他的目的 OK 这种这样的情况 就是他要达到的目的 他说呢 六手双法双机制 还要做大量的工作 做长期斗争 他提到四十年前呢 签著中英联合声明之后不久 港英当局单方面改变成了 默认港督彭定康 在香港布满政治地雷的 他说如果有变的地方 那就是制度的漏洞终于补上了 那这个就是他的说法了 他说呢 世界经济遭遇到前所未有困难 香港的发展的有利条件 从来都没有像今天那样好过 所以香港经济 有好条件 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持份人 一带一路的桥头堡 大湾区的主人雍 金融强国建设的贡献者 总之这个就是香港 都在呼叛香港的大友作为 他继续说呢 日前有所谓香港玩完 复苏无红孤岛等荒谬之言 各大媒体齐声反驳 唱响中国香港经济光明论 这个很好 我们就是要示范正能量 让真理不沉默 让谋吾不酵张 这个就是他们的说法 那我就说既然是这样 我就问你 数据呢 我都说资本市场 外资走光光 接近走光光 除了single day trading 就是那些什么牛症 红症那些窩伦之外 基本走光光 跟着国际律师事务所 绝大部分剪掉 资本部门IPO部门 因为那些IPO正如 那些IPO已经很少 还有给了些中资的律师事务 都搞定了 你due diligence 做进绩法律 进绩调查 或者会计财务 进绩调查 基本上是很难做 你分分钟是国家秘密间谍 是不是 跟着下来 你做一些prospectus 你又不可以写中国风险因素 那当然你行啦 不准写 像中国证监会一样 现在香港证监会 或者叫做香港的联交所 不准你写进去 这个prospectus里面 即是这个招股说明书 即是你去中印或者集友 一本买买书 不准你写在中国风险因素里面 好了 接着你起全方面 九点钟 大快活大家落 关闭门 关闭门不止 全街的店铺 食饭的shop 买东西 买东西 都在旺角都关闭 香港经济怎么好 香港人有问题 有假期的 或者有周末东西 不常消费 然后你好啊 怎么办啊 下来的那些 大部分都不住饭店 不住酒店的 单人走 那些都是窮L来的 我问你了 香港的经济是怎样呢? 竟起这只穷光弹 整几只无人机 整几只塞胶花 可以还怎样呢? 玩东西就是这样玩东西 唱响就会响呢? 唱响又怎样? 曹圈巴币 一穷二白 香港已经金飞色彼 中国经济差 香港经济就差 香港经济没办法重复重拾以前的东西 所有的比如航运中心 没有了 那你那个十大的货柜港 就来没有了 很多的转口纲地位 没有了 贸易不振 金融不振 房地产 你自己看看 香港有多少人做蟹 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买到楼 你自己问心 那你看看股票呢? 股市 小阳春摘回到17000点 你看下去 这些所谓的 潮起潮落 股市一定有 你看这个大趋势才行 股市 房市 旅游 金融 经济 各方面不行 教育不行 宗教质变 每样东西都不行 我只是说 香港有一些人 为数不少的人 依然继续做日常生活抵抗 在宗教的 在家庭的 在社区的 在独立书店的 在探监写信 和听审的 继续做受难共同底 在日常生活的抵抗 我们很敬佩这帮人 你们不需要出名 OK 但呢 我们会向你致敬的 因为你们 为香港 为我们 下一代付出 太多了 OK 希望大家都继续 紧守刚卫 好好努力 我在这个地方 我在台湾 能够说真的 行公义好年文 全卿卑的心 与上力同行 希望大家继续 抱着真是美信 无爱 维护着希望 继续好每一日 下一节再说